广州梁朝伟 只想做一只鸭 我想 开心的时候 满营了 说话是门艺术 调情撩妹 更是门技术会 你会用中文撩妹吗 你撩成功了吗 中文的最高等级测试 不是HSK6G 而是你在Tinder上的留言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 搜集了一些 中国大陆男士的 Tinder简介 让大家见识一下 男性中文母语者的 真实语言水平 在做这期节目之前 我们收集了以下 11位男士的语录 并且呢 我们在之前 给周围的十几位姐妹 鉴赏了一下 让他们单从语言的角度来看 是否给予这个 这样撩你的人通过 通过或者是 不通过 能不能聊得动你 对两种选择 然后呢 我现在手上呢 就有他们的投票结果 但是Vanessa跟Jade 还不知道 对然后就 大家都是作为女性 从中国大陆女性的角度告诉你 这样聊到底行不行 以下呢 我们会一次来读这些男士的语录 并且呢 从语言的角度 解释 并且给予评价 我们给大家来一起听一下 好 这样 聊行不行呢 好 第一句 这个人的名字很有趣 叫做一拳料到赵母娘 然后他的简介呢 就是兄弟们 看一百遍他的照片 他可能不会是你的 看一百本书 知识就是你的 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祖国 振兴中华 兄弟们 他是想撩妹还是撩中华呀 但是我会觉得很有趣 就是他不会撩到我 但是我会想聊 跟他聊一下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哦那你就是通过咯 你想跟他聊一下对吧 他是 文迪赛是通过 就是他想要OK 就不管他说了什么 至少对他说的这个东西 让你有欲望跟他 对就跟他进一步的沟通 读一百本书 就是就是他把这个简介放在 Tinder上 我就会觉得很搞笑 你知道吗 然后你们就会想去跟他聊天 对对对 其实也会我也会 我会问他说你怎么想的 对啊就是你怎么想的 你怎么想的呢 你们是好奇他什么 对我觉得这个还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名字 一拳撂到丈母娘 就是丈母娘是我们中文里人说的mother-in-law 嗯对 女方的对嗯 这个其实挺猛的一个操作 对对反而对他产生了好奇 他这样翻本的听到 OK我得通过 因为他确实让我 嗯 产生了好奇 嗯 这个在我们十几位姐妹的鉴赏当中呢 排名第三 对吧 还是有点市场 下一句太难了 只有J的能看 OK 他这一句的介绍是说 看能不能找到八字鼠目的女生 滑到 看能不能滑到 八字鼠目的女生 假蚁二目都可以 最好是蚁目 地支除了续尘有身以外的都行 以四最好 他这个 我的手整个表情傻 你说的是中文吗 大家不要怀疑 我们也听不懂 看不懂 真的 我不是他的目标客户 对看不懂 就中文太难了 比十几还要难 他是这样的 他这个男是他 找女性的朋友 他是在看八字 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八字其实就是你的出生年月 你可以理解为星座 他是用星座去配 但是八字比星座还要更精准一些 更复杂吧 更复杂一些 他的维度匹配的东西更多一些 我翻译大白话 就是我想 我是射手座 我想找一个牧羊座的 他是那意思吗 他就还更精确 因为他更高级 更高级 因为他精确到什么呢 他要找一个属木的 就比如说 有可能他是属火的 那木就可以生活 就要他找一个忘他 忘他的人 这样的 所以在我看来是蛮自私的 他就是考虑到别人去忘他 他有没有想过 他能不能忘别人呢 所以你不通过 而且而且还是一个很很蠢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看八字并不是只看一个字 八字八字有八个字 他只说了其中的八分之一 他就想去找 根本就是很片面的在理解 有点片面的秀自己的八字文化 但是又很片面 又很自私在我看来 所以肯定是不通过 都不想听他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就是他可能写这个是想彰显自己 懂八字什么东西 但实际上呢 就是对于我这种外行 我完全看不懂 我会不通过 那对于像这一种内行 不过不是内行 反正就会稍微一些 等一点的又会觉得很蠢 那可能我就进了篇峰 我会划来又 哥你讲的是什么 又翻一下 好这个呢 确实他排名是最低的 没有进钱 受众太小了 然后真正的受众 可能又觉得 你这讲的什么破玩意儿 下一个第三条是我读 社会太试快 不如上山当妖怪 打游师写的好 他意思就是这个社会太复杂了 他要上山去当妖怪吧 对 就是你有感觉通过还是不通过呢 不行 就是没有勾起我的兴趣 你那种没什么感觉 就是无感 无感 你去吧 就是那就不送了 但这种打游师刚好符合绝大多数群众 都看得懂 还有一点点文化 他排名还是第二 我们有很多病例的 但他排名第二 我会觉得就是这个是有点意思 但是我就觉得我也不是很想 不是像第一个 我就会想了解一下 你怎么想的呢 但是这个就这样 你评不出来他脑子有没有问题 所以也不太想 很普通 好吧好吧 但人家第二 OK 好下一句 下一句我觉得 文文萨一定会喜欢 这人说 出售本人 活不起了 太累 手续席全 外表无瓜蹭 有内伤 能吃能睡 生活能自理 有钱会败家 没钱会在家 带得出去 领得回家 有益者欢迎咨询 绝对的限量版 PS 主播不饶 他怕反扎主播连线 他吗 他这个呢 有钱会败家 没钱会在家 跟我们家小狗一样 我跟你讲 就是 你首先通过还是不通过吗 我不通过 不是很想通过 就是他前半截 我挺喜欢的 就是到生活自理那里 对 到后面他 从有钱会败家 没钱会在家 就到后面 他可能说的太多了 我会感觉到一种油腻 我真会觉得 我不需要这种 就是这个人 就明显的已经表现了 我是个海王 有益者欢迎咨询 那种感觉 我觉得还要好啊 就是说 我觉得他说外表无瓜 测有内伤 好像说自己 感觉受过错 受过错 他觉得他是 他是幽默的表达自己 现在是一个实在人 但我会觉得 有点油 我不知道为什么 好吧 你的点有点不一样 但这位 那这位明显 我觉得比上一句 就是那个社会 太市快 那个要花了更多的心思 对 对